美国山水的四位灵魂人物 第六章 走向高山 第四部分 7月12日 墓主已经返回 我们继续自己的朝圣之旅 墓主说 从优胜美帝西谷望去 山顶看起来只有岩石和小片树林 然而 从山沿的石头堆走下去 你会发现望不见头的草摊和草垫 荒野完全不像敌眼看上去那样贫瘠 我们到那里去 一直待到山坡雪化的时候 听说优胜美帝这一带积雪深厚 所以需要逗留 令我十分欣喜 我好想把四周看得够 有时间绘画 研究植物和岩石 躲开旁人 远离营地 独自攀岩月壁 多么惬意 今天 见到另一批游览优胜美帝的旅行者 这些人 大多不慎关注四周的美景 不过是花些时间和金钱 长途跋涉 慕名而来看山 等他们接近庙宇山沿的时候 一定会被巨岩的壮丽和飞铺的神曲而打动得痴迷 毫无疑问 每一位到此圣山的朝圣者都会得到庇护 我们沿着莫诺小径 缓缓向东 下午 早早地解下背包 在飞铺西边安营 莫诺小径 经血色辖关 翻越山西 通向莫诺湖北端的金矿 据说金矿最初被发现时 金的产量很高 因此出现一阵淘金热 因而被人踏出一条小径 溪流上架起几座小桥 因为那里的谷底土质疏松 涉水艰难 有些封岛墓被罚掉 密林深处 开出条条岔道 以便于负重的行人通过 沿途 大部分表图 没有出现被触碰的痕迹 我们一路穿过的树林 几乎全都是红冷沙 相伴树种白冷沙 大多因海拔过高而没有长好 海拔越高 越显出红冷沙的伟岸 红冷沙的高贵气质 任何语言都难以形容 在某一处 许多株树因为大风而被刮倒 土壤砂纸疏松 树根不够牢固 土壤大多 解体成兵器物 羊群安逸地握在一块突然石之上 太平自若地举嚼着嘴里的草根 柴锅在孤独着 胃口每日巨增 身居平川者不能理解登山者的胃口 以及吞食美味佳肴的能力 吃饭 走路 休息 看来同等令人愉悦 清早醒来时 情不自禁地 像大公鸡似的高歌一曲 睡眠和消化 像空气一般清新 我们今晚要睡在气味浓浓的 新采集的树枝上 听着飞铺溪流的欢乐 催眠曲进入梦乡 这条小溪名副其时 我在营地上上下下都看过了 小溪水流不断 水花跳跃 翩翩起舞 翻起阵阵白浪 溪水尽头 等走完它的旷野之旅后 飞流直下 从三百坨英尺高度 倾泻进几英里下的 落叶松西瀑布附近的 幽胜里地峡谷深处 这几处瀑布 几乎堪比声名远洋的 优胜美丽瀑布 我将永生不忘 这些异曲又异曲欢歌 浑厚的沉音 高昂的咆哮 银白凉爽的溪水 在圆尾花脚下翻滚 变换姿态 或在死忌般的黑夜中 泛着白光 万重和声 奏响华美的乐章 在这里 我发现 小小的黑冬鸟 自在飞翔 向林间的朱顶雀 似乎溪流越湍急 小鸟就越加欢喜 令人悬晕的峭壁 飞奔的激流 和轰鸣的瀑布 震荣发聩 小鸟 小鸟毫无聚色 它的叫声又甜又低 它的舞姿和掠过咆哮水流的身影 展示出力量 和平与喜悦 看到这些大自然的宠物 从野溪边的巢穴飞来时 我想起 萨莫森的谜语 甜蜜 来自于强大 这只小鸟 比漩涡中的水泡 更加美妙 温柔的小鸟 你带过一个 珍贵的启示 我们可能不理解 湍流的溪水 抑郁何为 但是 小鸟 你的甜美歌声 爱意盈盈 7月13日 我们一整天 都在向东行进 翻过优胜美的西盆地 下到半山腰 在一块地面 坚实的冰川花岗岩上扎营 小路上 看到一只大熊的足迹 牧主泛泛地 谈起熊的故事 我说 真想亲眼看见 制造这些大脚印的熊 走路的样子 好几天跟在后面 却不打搅它 了解这种荒野巨兽的生活习性 牧主告诉我 羊羔出生在低地 平生从未见过 或听到熊的声音 可是 只要一闻到熊的气味 会惊恐万壮地狂奔 显示出 他们从娘胎里带来的 关于敌人的知识 猪 骡子 马和牛 也怕熊 当熊靠近时 会怕得要命 尤其是猪和骡子 猪常常前往海湾山系 和萨拉山路的草场 那里陷过风营 猪群 像羊群似的 当一只熊来到山上 猪会四散而去 通常在夜间 让养猪人毫无办法 猪比绵羊更有头脑 他们逃往岩石下和树葱里 等待各自的命运 骡子见到熊 会不顾主人 一流烟地跑掉 套着缰绳的骡子 为了挣脱绳索 有时可能折断脖子 尽管我从未听说 熊咬死骡子和马屁 据说 熊更喜欢猪 尤其不放过乳猪 无腹六脏 寸骨不留 达内里先生告诉我 塞拉山上的熊 都极为胆小 猎人们休想 靠近射程之内的熊 比猎货鹿和其他动物 困难得多 如果我特想看见熊 就必须像印第安人那样 耐住性子苦等 别的事情都要放下 夜幕降临 灰灰的岩石 在西罩下按了下来 这一地带显得多么圆生状态 可朝气勃勃 假如昨日席卷这里的 冰层消失的话 我们营地周边的痕迹 不会比现在更加明显 马屁 羊群和我们一行 确实在最平坦的地点 纷纷滑倒 这一地带显得多么圆生状态 这一地带显得多么圆生状态